现在这段维基斯执不执这份合同 我感觉就算说稍微有点不执 也仅仅是稍微 防守端是不是联盟当中少见的防守天赋 如今他防守端也愿意卖力 金正宏斯正是处在历史的动荡阶段 当下正是需要年轻球员有一定成长为这次球队助力 维基斯起码就这点来讲没有彻底让球迷失望 今年他打出了别盖上边的表现 跟乌布雷有本质不同 乌布雷是跟球队兼容这块始终 蒙合不到位 维基斯起码打出来了 所以维基斯现阶段你说的不值这份合同顶心 你要说真是给斯罗德顶心的话 你都不如给维基斯 你都难以想象 你比如说胡文队现在真是给斯罗德顶心 把斯罗德不能掉换一个维基斯扎姆斯的乐死 真是这样 多高兴呢 维基斯来他现在有三地属性 而且进攻端还有一定强攻能力 你当然要维基斯了 现在维基斯那你这么一换算还是值 多少值 起码三千万的薪水 维基斯拿这份合同 他根本不需要脸红的 完全对得起这种身价 现在维基斯去了胡人就是三当家 基本就这样 去了胡人的 那就是詹姆村农眉之后也就数维基斯之前 是不是 你其他哪一个还好值 波普都没有维基斯 波普都没有维基斯好用 被波普啊 你这么仔细一算 维基斯差不多呢 联赛当中他比不了谁呢 能不能比得了朱霍了迪呢 这玩意不一定 你看没看到 就是朱霍了迪啊 现在有点被吹上天 他领的是不是顶心合同 顶心合同 岁数大 签的一份顶心 而且他以往呢 其实也没少收场 朱霍了迪 更而挨 你像这位球员呢 他在这个熊鹿队 他肯定是有一定的作为 但是没说嘛 他防守呢 也上不了高级别舞台 就你真说遇到硬的 这会儿防守啊 就不光看你技巧了 你得看天赋的 为什么说往往顶级的 超级防守去玩 天赋一般来讲也不太刺 天赋啊 你就一格达拉天赋刺 早些年日 一是高顺位新人 再者一点 一格达拉是 争霸井的风险体型 要力量有力量 要臂展对抗 哪方面都不取 但是朱霍了迪呢 只有对抗 身高偏矮 你说朱霍了迪一旦打技巧赛 他场均分从来没扬起来过 你说维京师 十八分精华呀 维京师整个职业生亚 至今为止 不乏砍高分的案例 他只是因为 没怎么打过技巧赛嘛 经验太少 而且之前打技巧赛 也不太受重用 维京师的得分爆发力 绝对是在朱霍了迪之上 远射甚至不比朱霍了迪差太多 维京师 精工端 你这说多功能性 维京师可以无视防御担打 这点朱霍了迪能做到吗 根本做不到的 熊路队最为吸血的 中距离力棍的武器 朱霍了迪 他只能说有一定价值 借助掩护党才强攻一下 中距离翻舍后仰 你来一个 根本做不到 但是维京师能做到 霍了迪呢 他这个防守端呢 有天人短板 个太矮 维京师打旧赛的话 防守顶级的奉献巨型 维京师天赋不辞毁 这是最关键 对不对 天赋不辞毁 我起码不能让你通过天赋直接拔我 你比如说以往克莱汤姆森呢 一旦打旧赛 遇到诸佛里的就爆发呀 天赋直接拔你嘛 我身高必长 我都不需要其他天赋 维京师在旧赛打快船 他对于智姆哥和不对 对拉纳德和保禄乔治都能够 于一定的抵抗 但你要说让诸佛里的敌上 上就白给 是不是呢 所以这么看呢 就是维京师他只要说精神面貌为之一改 比霍了迪呢 都不算太许 放到自由市场之上的话 未来维京师只要说 心态层面更加坚毅一点 正顶心我认为啊 基本是稳的 正顶心的 今年可能说多少差点 因为今年他 仅仅是打出精神不同面貌的第一年 或许还没有真正激发 未来拿顶心我认为没有问题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